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非常感謝各位 利用每個晚上8點到8點半 收看我們旗鼓真心才這個節目 台北股市今天 今天跌得還滿重的 那麼開低 那整理之後 哇 一路大跌 中場幾乎以最低一點作收 那麼整體上跌了172點 各位也許你問我說 今天股票該怎麼辦 我的看法第一個 包括所有的會員都一樣 我們在這個禮拜 特別針對2330的台積電 做了報告 也就是說當台積電的股價 壓回回測 123到125這個區間 要站在正向樂觀 是什麼意思 要賣什麼意思 你說要賣什麼時候 買到10月15號 我相信會有非常好的一些收益 那至於指數的部分 我就想問問梓榮老師 是 我就覺得奇怪 你每天都對 每天都達正對不對 今天台北高期一路大跌 不是喔 不是一路大跌 是開低 除非你禮拜 你有做空對不對 好 開低 可是它是震盪喔 震盪之後 一路再跌一波 要請問你 那你今天這30點 又有達正了嗎 其實每一天我們在節目上面 跟大家講說至少30點 過去我們做對了 現在我們又繼續對 未來我們肯定還是一樣 要繼續對下去的 當然期貨操作上面 就是一定要非常的穩定 而且每天都要對 而且叫做增槍實彈的在市場上面 得到我們所想要的 每一天都要贏贏贏 好 我們今天來看 在台指10月份的合約 這裡來看的話 親愛的 當你看到這一張圖卡的時候 你有什麼樣的感覺 在昨天的時候 你能夠預測今天的盤式 出現這樣子的一個盤式嗎 就是開平之後 連續兩次的拉台 兩次拉台不過的情況之下 旋即往下做重挫的一個情況 所以在今天的操作上面 真的是非常的高難度 可是我們跟大家講說 我們每天一定都會對 所以我們就已經擬定好 我們的三個策略 指數必勝的三個策略是什麼 第一個 策略一定要對 系統一定要對 觀念一定要對 什麼叫做策略要對 各位你還記得嗎 陳總在昨天的時候 跟大家講說行情變化萬千 可是在行情變化的當下裡面 你要隨機應變 而且你的系統要值得你信賴 而且每一次都會做對 好 我們說盤式會出現兩種形態 一種形態就是糾結的 轄幅震盪整理盤式 另外一種盤式就是向上的大漲 或者是向下貫穿的大跌 所以不管今天是出現 峽幅的盤整或者是大漲大跌的盤式 我們也一定都要贏 所以要贏的情況之下 究竟該怎麼做 各位請你來看 策略上面我們知道盤式 如果是出現糾結的盤整形態的話 它上檔是有壓力 下檔是有支撐 所以當來到壓力點的時候就是高空 來到支撐點的時候就是低多 所以各位如果你在這個地方做多的話 那你豈不是就沒有贏到了 所以你在這裡放空的話 是不是就是做對了這一波 你在低檔區做多的話 那這裡是不是又上漲出來 可是你會問陳總說 那陳總如果是出現單邊盤呢 如果是呈現大漲的話 那我說突破壓力5點之後 市價進多單 而且看到這裡 如果是出現大跌盤的話 跌破支撐5點之後 市價放空單 好 這個不管是出現震盪盤 或者是大漲跟大跌的盤式來說的話 那今天來看的話 當然依照這樣的一個策略 一定又會做對了 那現在我們就來看 這是今天9月23號禮拜三 今天的盤式 剛才你已經看到這一張空白 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是你的話你會怎麼做 那當然這個圖已經是出現了 你一定會說 那當然我在這裡 稍微做一個短多單 那最好我在這裡再放空 然後抱著空單一路的往下走 可是問題是明天的盤呢 明天還是這麼樣嗎 當然不是 所以我們每一天都要對的情況之下 就要依照我們的策略來做操作 那我剛才不是跟大家講說 這裡會出現它的一個所謂的 震盪盤整盤 所以我們看到在早盤的時候 10點以前是出現震盪盤 所以我們是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也就是靠近支撐點的位置 我們在這裡有沒有 是不是低多 那我是不是在這裡呢 就做多單進場 多單進場之後 各位這裡是不是拉伸上來 那這一趟你是不是做對了 所以你跟著我的訊息操作 你在這裡是不是做對 結果一口氣是不是漲了54點 是 那你會說 陳子榮 那你在這裡怎麼那麼笨 沒有在這個地方做空單 各位怎麼可能啊 我是陳子榮耶 所以我在高檔的位置 靠近壓力點的位置 我也是有做空的 待會我們就來仔細讓大家看 這個地方會有一筆空單進場 所以這裡還是一樣做對 那麼重點是在這裡 各位 當這裡我們看到8196同樣的 我們的壓力跟支撐 在今天的支撐是在8201點 跌破支撐下面5點之後 市價空單進場 所以這一筆單是哪一筆單 就是這一筆市價空單進場之後 沿路大跌 所以這個地方沿路大跌了54點 那麼我們在這個不留倉的單子裡面 這個叫做不留倉的 這一筆來說的話 各位8196的多單上來54點 那麼支壓單的部分 這裡直接下來 我們做空單又是54點 那所以這裡來看的話 今天就已經是有108點 那為什麼會贏 為什麼會成功 因為我們的策略是對的 有了對的策略 所以今天就一定是有108點 那你會講說除了策略之外 策略要對沒有錯 剛才已經我們應用了對的策略 你策略對了 所以這108點你就得到手 你就贏到108點對不對 這個叫做策略要對 所以你的指數的操作就會對 可是問題來了 這裡的系統是不是也要對 好什麼叫做系統也要對呢 系統也要對就是呢 在今天早盤8點45分一開盤之後 陳總就發出簡訊告訴大家 空點在哪裡 多點在哪裡 因為重點是在這裡啊 各位我們的策略對了之後 你要知道說 這個點到底是哪個點 這個點到底在哪裡 好今天的高點 也就是今天的空點跟今天的多點 到底是在哪裡 那在這裡呢 各位請看 這是我們的系統 我們的系統裡面呢 各位你有沒有看到 8點45分 8196點 是不是贏在開盤之時 在開盤之時 就是在8點45分一開盤之時 那麼這是9月23號8點45分 那我們告訴大家 8196系統直接告訴你 8196點多單進場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這一張 有沒有 是不是呢 8點45分 一早開盤的時候 8196多單進場 系統是不是也要對 系統也要告訴你說 8196 8點45分 好直接進場 進場之後 各位這裡是不是拉了一段 54點上來 54點上來 好 那就是8點45分的時候 通知大家 通知大家 8點45分軟體上面 那你當然要先做掛單的動作 然後慢慢等啊 那我們看到 在9點11分的時候 有沒有讓你成交 8196多單進場 那在這裡有沒有讓你成交 完全成交 各位有成交 才能夠扎扎實實的把鈔票 放到口袋裡面來 其實我也知道呢 有一些其他的不肖業者 或者是呢 誇大不實的投顧老師 每天告訴你呢 高低點數 但是你做得到嗎 你做不到 你做不到的話 你也賺不到 你賺不到的話 你花了那麼一大把大把的鈔票 結果加入他的成員 最後呢還虧損 不要說沒賺到啦 我每天都彰顯30點 你會說陳老師 陳總你30點實在是太遜了 遜咖 那請問你 你今天賺多少 我想請問你 你今天賺多少嘛 對不對 你自己滿心自問一下 花了那麼多的錢 跟隨你的老師 在看這些軟體 結果呢 10個空點 10個多點 最後呢一無所得 最後你甚至還做錯方向 今天我們還是依然的贏到了 可是呢 你跟隨你的一些其他的老師 每天告訴你 高低點 問題是 所以梓龍老師 所以這個我剛剛看你這張圖表 在你的會員 在早上 如果他使用你的軟體的 他在8點45分一開盤 他就會知道8196做多對不對 這是我們系統 那請問 如果我是你的會員 可是我沒有用這個軟體 我手上沒有軟體啊 那請問 那我怎麼知道8196要做多呢 好的當然呢 如果沒有軟體的 我們一定會發文字簡訊給你 各位文字簡訊上面 講得清清楚楚 會稍微比8點45分晚一點 要給我們一些打字的時間 所以你會陸續 大概是兩三分鐘左右的時間 會接收到陳子榮的文字簡訊 文字簡訊也是講得 非常的清楚明白 來 我們看一下 8點49分 陳子榮的這個特別會員的簡訊 來 台紙10月份合約 價差交易在8196多 有沒有 多8196 各位是多還是空 大聲講出來 多 對 各位 點數是哪個點 8196 對 再次的跟大家確認 發出去的訊息就是告訴你 在哪個點做多 我覺得這樣很無聊啊 對不對 不管我是使用你的軟體啦 還是說我沒有用軟體 只是收到你的簡訊 我一大早8點到還沒50分 我就答196在那等對不對 對 政 成交啊 起到超過40點停留 30點肯定就答正嘛 停到40點 你很無聊啊 這樣9點20分我就準備就睡覺嗎 我就沒事做啦 各位 你不要嫌說什麼無聊不無聊 賺錢的事情啊 大家都有興趣啦 說實在的 可是還有那麼長的時間 可是我這樣不到9點半 我工作不就結束了 當然沒結束 因為後面還有一段的行情要做 所以還要繼續的贏下去 究竟該怎麼樣的贏下去 我們待會下半段的時候 我們來看 我們稍待來看 陳子榮到底是要怎麼樣繼續贏下去 我們稍待馬上回現場 數位超一頂 生活更HAPPY 27年來一直秉持專業用心負責的態度 為您創造財富 市場的常勝均 股票期貨的贏家組合 亞洲投顧 亞洲投顧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顧 咨詢電話02-2578-3777 2578-3777 到大都會國際家具館就是這麼方便 全國最大家具館 很大 很豪華 精品家具 一次高雲南百期 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中文青 憲政實施中 來者何人 來幹什麼的 到你這兒來娃娃 證件啊 請看 啊 你們持用的是中華民國護照 對呀 我國人持用中華民國護照 全世界一百四十幾個國家及地區 免簽證或落地簽證 你們全團都是台灣人嗎 我是台灣人 台灣人 歡迎 歡迎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安安東的剛剛梓榮老師很清楚 特別是我這兩三這兩個月以來 我看他每天都對 他最主要我終於清楚 他所謂的每天都對 因為他為什麼每天都會對 因為他策略是對的 所謂的策略就在於 與其你每天在拆高低點 一禮拜五天 親愛的觀眾朋友 你告訴我 但你是要約到幾天 我起碼也約到兩天 拜託 另外三天呢 另外三天是聰聰聰的 不可以這樣做 每天都要到 指數不是用拆的 所以該怎麼辦 第一個在整理盤 陳梓榮就是 讓我們早上八點四十五分 那你們就知道 我今天在哪裡多 在哪裡空 整理盤高點就給它半空 低點做多 那如果像今天是大跌呢 大跌呢 來第一個 支撐不做多 壓力不做空 就等破這個支撐點 就試駕空它 我沒有講錯吧 對 確實是沒有錯 所以這樣子就怎麼做都對 怎麼做都對 而且天天期待等開盤 我們真的不希望說 中秋佳節的時候多放一天 多放了一天假的話 就少了一天 對 所以看到每一天 對 每一天都是期待說 能夠到市場裡面 直接拿回 對 應該的 對 確實是這樣 所以我們說策略要對 第一個 剛才已經跟大家講說 我們今天的策略 就是低多上來 然後另外追空下去 各位 這個就是 在今天告訴大家 8196多單進場 也就是在這裡 我想大家已經很清楚了 在這裡 做對之後 各位 這個就是54點 這裡試駕空單進場之後 這是支壓單 結果是54點 那麼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系統也一定要對 系統怎麼樣對法 就是點數要清清楚楚的四個字 對 也就是說當系統不對 這個8196可能就沒有買到 對 所以就根本賺不到 所以因為你要去 去這個去抓 當天的最高點跟最低點 一定要抓對 一定要抓對 所以你今天已經狂賺了100 狂對了5、6、10點 對 我今天就是狂勝 我只能用兩個字來形容 所以今天跟上我們訊息做操作的 你今天又是市場裡面超級大人家 我沒有記錯的話 你是一個8220 一大早一個8220空單 一路空到底 對不對 對 還有一個8196是做多的 好 那我們現在要仔細來看 就是在今天早上8點45分 我們的系統 8196也就是今天 幾乎是最低點的位置 細微波最低點的位置 買完之後結果就54點 你看到我們是在這個點 9點11分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就已經8196 這裡是不是能夠讓你成交 成交很重要 也就是我們這裡都可以做得到 好 都可以做得到 因為我們之前 把所有的這個會員都升等了 所以你一定都可以做得到 好 這裡54點 55點 另外我們看 這是我們的文字簡訊 這個就是讓全國所有的投資朋友 看到我們陳子榮的這個文字簡訊 讓你知道說多在哪裡 四個數字 8196清清楚楚 那你會問說 支押單的部分呢 也就是這一筆單 這一筆單來說的話 各位 這一筆單 8196 我們的支撐式設在8201 跌破5點之後 市價追空下去 所以這裡是54點 那現在我們來看這裡的54點 好 我們的文字簡訊上面 文字簡訊 好 台紙10月份合約 支撐壓力交易單 支撐在8201 那麼我們說支壓單怎麼做 是不是支撐不做多 壓力不做空 跌破支撐5點 市價追空下去 各位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 叫加碼空單 那你會說 你這個叫加碼空單 那你是不是原本就有空單了 各位 你這個小細節 你都很清楚 對 沒有錯 各位 你來看看 哇 你今天簡訊是超級狂勝 又狂勝了 各位 所以你看到 精彩旗指5分 油紅番綠 10月台紙旗在8220點 上下3點 多單出場 空單進場 是不是8220 上下3點 空單進場 8220 來 在空 各位 820在哪裡 最高點今天 最高點8250 好 那我們的精彩05呢 8220上下3點 是不是 空單進場 所以我這裡是不是成交 那我再跟大家保證 承走所有的會員 精彩05 按著球來做一個操作 保證你都有成交這一筆空單 8220的空單 好 再來看一次 8220的空單 來 我們看空單進場 好 空單進場 數字8220 空單進場 那你看到 是不是今天最高點8250 那我是不是完全都可以成交 所以我這裡是不是隱藏著一筆空單 叫做8220的空單 空單進場 好 結果一口氣 這裡54點 好 我們說這裡 下來一口氣跌到8150 好 8150 那今天收盤是收在8140 所以各位這裡洋洋灑灑 各位超過100點 至少100點 至少100點 這裡 這裡有一筆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第一個 依照你的精彩05的系統操作的 那這一筆單 上這個禮拜以來 我記得有一個180點的 然後這裡又一個將近100點的 好 這張圖表上面 這個是不流倉的 就是你每天帶你的會員去操作的 就是不管是從價紮交易 或者是支撐壓力的做法 那你今天又有108點 是 是 沒有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手機上面的簡訊 剛才你所看到的是文字簡訊板 就是這個支撐壓力的部分 那我現在讓大家來看一下 我的手機簡訊 各位 這個支撐壓力的部分 請看支壓單有沒有 支撐8201 跌破支撐5點 市價加碼空單 好 這是我的加碼空單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9月23號 好 今天8點43分 台紙10月份合約 支壓交易單支撐8201 好 有沒有 支撐8201 然後跌破支撐5點 市價加碼空單 是不是完全一模一樣 手機上面簡訊 跟我們這裡印出來的圖表 以及在今天的 所有的製作的圖表裡面 都是跟我們簡訊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陳總在這裡跟大家保證 又是跟大家保證 就是絕對不會虛偽造假 然後都是完完全全的真實 呈現在你眼前 所以今天從早上8196多單之後 54點 8196 好 我們說8201的空單 跌破5點之後市價追空 那麼就是市價單在8196空單 又是54點 另外還有一筆8220的空單 各位你幫我算一下好不好 8220 好 這邊是8150 那是不是多少 幾乎又是100點左右啦 這裡就是一天的時間裡面 又是100點 所以我們這108點 還跟大家少算耶 各位我還跟大家少算耶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從9月份以來 到今天大概 我不得了 大概算他20天好了 20天 一天縱使只算他30點 這樣600點 我應該沒有講錯吧 就照著你這個模型 每天真的都對 因為我從這裡看到現在 其實你太老實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從前有個老師 他都說 對 你就講 他說 對 他怎麼講 他說 我跟你保證 如果不對 肖又民負責 你還不錯 你自己負責 一定算不錯 好 來 各位 我們說在今天的操作上面來說 各位 我不敢跟你講說 每一天都一定會有100點 因為100點的話 也要看行情 那今天這麼樣大的行情 我跟大家拍胸譜 我不敢跟你講說 我保證怎麼樣 但是我可以現在保證就是 108點 再加100點 現在保證是208點 不要這樣保證 你只要 好好我們把真的觀念 跟大家做釐清 其實你是都對的 包括從9月份 8月份以來 其實每天都是有達證的 30點都是有達證的 對 好 來 我要借一下紅筆 好 各位 今天是不是禮拜三 今天禮拜三 我想我們在節目上面 都是跟大家 就是爭槍實彈的告訴你 如何去做單 而不是每天告訴你高低點 或者是叫你自己看著軟體去做 各位 我不是在賣軟體的 你不要跟我講軟體這一套 我們就是看著我的軟體 發出簡訊告訴你怎麼做 所以剛才你已經看到說 這裡是不是50 54 這兩個 所以今天至少108 這個是不留倉的 另外一個留倉的話 再加100上去 所以我們今天又是成功的達證了 又是成功的達證 所以我今天再次的跟大家 做一個說明 也就是特別心讚喊話一下 也就是說其實我知道 有很多的投資人 在這個時間點很想賺錢 很想一息自負 說實在的就是這樣 可是有這種事嗎 在別的地方不可能會發生 但是在我這裡有可能會發生 為什麼 因為過去我們做對 對的事情繼續做 一直做 天天做 各位投資朋友 你看到我們過去沿路對 現在也對 我跟你講 未來肯定也都會對 所以明天要跟著我一起對的投資朋友 現在你就馬上打電話進來 那麼在這裡來說的話 今天打電話進來的 一個月短天期 然後還特惠的升等 直到這個中秋節結束 我希望各位投資朋友好好把握 要做對的 要贏的 就打電話進來了 - 本投資公司 有所推薦分析出各別有價討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中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慎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一加一加一 最加一 参加一个月 延长一个月 加送特惠专属简讯 再加送收费教学课程 一加一加一再加一 中修好力 Jobble再升级 包军满意 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雇 27年来一直秉持 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常胜军 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投雇 亚洲投雇 珍惜所托 珍情照顾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雇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森田药庄高纯度 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我喜欢它的技术温馨 线图自行都清楚 它的筹码分析让我知道 哪一支股票账户拼命买 它的基本面完整老师都在用 家庭主妇也能赚大钱喔 他们都是用轰天雷赚 赚